这张专辑的一个回归showcase 因为之前我们的YouKnow算是这张专辑的序区 已经在东方风景榜给大家表演一首 然后今天呢 我们的第二首歌 是许阳玉琢作词 作曲作词的一首歌 也会在今天这个showcase就是首演了 然后因为我们这一次专辑跟之前不同 我们这次有卖数字 就是有出数字专辑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后面的 因为我们毕竟这张专辑当中 也是蕴含着就是很多人的兴趣 所以就希望大家今天可以好好享受 所以今天的舞台有什么特别的 就除了新歌的话 其他有什么特别的 比如说粉丝福利吗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特别的主持人 邀请了我们的孙瑞 然后做我们的主持人嘛 今天其实我们整个舞美上面 大家可能等会也是会看到 跟以往舞台一样 就是我觉得挺特别的 我们这次的一个风格 这次的主题是跟沙漠有关 就是可能比较少的 现在很多歌可能就比较少 会引入这种比较抑郁性的风格吧 然后这次我们舞台整个搭建啊 就是偏向华丽 偏向黑暗房 就是有一种007邦女郎的感觉 所以待会儿的造型 也会配合这种 女特工的那个样子 就是期待一下吧 OK 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 就是这次有一个回归概念曲 就是许杀漠嘛 然后也是许杨玉哲自己来做的这首歌 工作人员 对对对 能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吧 就是这首歌当时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就是怎么会想到要做这样一首歌 创作初衷当时是想做一个比较特别 然后就是选择 比较好戒 然后就是要选出 你吸引退后的 比较柔美的作品 然后就是尽量往那方面靠 然后这次老海中会有一画面 然后是什么电影主题 那么那些有个字 然后我也想就是 可以进我们大概就是每个成员的样子啊 就是会老海中会一起跳舞的画面 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的创作 那因为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嘛 已经看到很多粉丝 其实已经在门口了 然后有什么特别的话要跟粉丝们讲吗 就是大家有什么心里话 其实大家非常感谢 这个就是我们的几次的朋友 就是说如果呢 希望大家可以看得到新的 OK那其实接下来就是绝选了吧 总绝选 那我们知道就是其中有两位 是这次还是要参加 那么对于这一次的话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期待 比如说自己的成绩啊 或者说有为主作的一些特别的努力吗 其实因为今晚就是那个军报嘛 其实还是稍微有一点期待的 就希望自己今年能够达到 就是保四八针三二这样的一个心愿 对于毕业之后自己有什么工作上面的一些规划吗 或者说有些什么新的领域想要尝试的 所以 那我的话希望是我们去全方会发展 尤其是无论是新三次也好 或者是演员 总部也好 都想要好好地反映 嗯 其实没有过多的次 我这件事情 我想要把你解释 我这件事情就很好的 有些像一次啊 我拍写的 也有多晚之后的 你也不知道他没有希望 往人写的 感谢主持人家的 我也是觉得是跟他做想的 比较像就是先把手 我当时自己做好 然后抓住我能抓住的机会去努力 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734每次回归都挺不容易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734可以是一个长久的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有两位成员现在英堂少女 也希望我们734可以等到他们两个回来以后 我们7个人这样子的完全给大家继续出歌继续出作品 然后我们也可以7个人一起去上很多的打歌舞台 去拥有很多我们一起的回忆 因为今天其实我们有一首歌VR是我们自己的歌曲 然后因为我们有给他们两个人一些 就是现在不能说就不能先放 就是我们有做一些视频 然后转过去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就会觉得 就其实感觉现在好像没有继续的多少时间 但其实我们是17年16年到底是16年17年 就是挺久了四五年而已 然后没想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就希望就是可以继续长长久久的走来 是一个不是一个那种限定 是一个就是可以让大家有很多团粉的样子 好 可以 可以 可以